高英杰是想要证明自己 前明星的第一场比赛 就有如不过的看见 好 让我们来看比赛 前明星星秀 走着在第一场 高英杰的一战 好 接近 比赛地图是森林地图 森林地图是非常适合隐藏自己的 那么如果一方在森林中迂回 这样很难被发现 我们看到慕恩谨慎了很多 在森林中找到了掩体隐藏自己 看来面对队长压力山大 王不流星在四季上方继续侦查 慕恩七手走位很好 避开了王不流星的试验范围 那么这样下去的话 谁先率先发现对方 将会有非常大的新手优势 王不流星的秀菊非常敏锐 她的行进方向正式会努力的位置 马上就要相遇了 糟糕 慕恩被发现了 雪上回录 蛮牛不过 呃 诶 王茧琪的达马鹉旗剑 向来就着整了这位 小高毒水的位置 迟击中点 你看到光茧名前 准备不足了 在被我们流星发现 熬机之代后车 没有任何机会反击 这个王洁熙简直是花式吊打小朋友嘛 要不要这么认真啊 感觉就是带个小朋友来打表演赛的 而且话说 这好像不太像王洁熙的风格 是不是他风格还不一定 只为吊打 现在还说不出 表演 虽然倒是 但打法不成熟是他们面对老将最大的劣势 希望小哥同学能够尽快调整节奏 而不是一味地被消耗权 手动出于小匹 马上轮行 拇口 炸 炸 炸 王国人神仅准备百分之十五 漂亮 莫恩利用王不留心技能冒炸的瞬间成功逃离 这可不会是一个转折呢 王不留心失去目标 他比赛显入胶着 他将如何应对呢 他似乎在于盘莫恩的走位 果然是魔术师对于大军官的判断非常的准确 他在往莫恩所在的方向移动 莫恩还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 来寻找攻击队长的机会 王不留心非常谨慎 这次王国人神没有下降 而是直接用熔烟烧土将附近全部点燃 想不过这样的方式逼莫恩现身 这个王杰西太心狠了吧 就算这个小高有点无自量力 他也好歹留点余地是不是 小高同学已经完全被纳法围住了 不留余地 可能是为了激起他的肚子 我们看到莫恩被火焰包围 就如被灼烧的状态 血量在持续下降 如果再不行 让机会冲出去 恐怕连硬钢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在犹豫神骂 难道高一天有更好的战术吗 莫恩迟迟没有出来 这样下去 莫恩只能坿飞烟灭 是的 我看到血量还在下降 如果再不出来的话 恐怕比赛就要结束了 没错 你面对于莫恩来说 非常不理在这场飞机的时刻 他就要马上调整位置 队长 我 我还是没有准备好 没关系的 姨杰 这场比赛胜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尽全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你非常有天赋 你要做的 就是把天赋发挥到极致就好了 不换输而换不争 这才是体育精神 明白吗 不动了 他终于开门了 火焰都冲出来了 王不流行迅速跟上要刚正面了 这是纯实力之间的对抗 我们看到双方都很好地利用了第一次 提供不断地走位闪给对方技能 我们看到双方都很好地利用了第一次 双方没让他起来越来越小 双方同学打得漂亮 像这样速度的水击站 恐怕也只有在魔道雪者的内战中才能出现 还得是在如此高水准的比赛中 小刚同学的发挥非常精彩 同时两个模式赤石剑的对决 试尔看来没考虑高无杰 很有可能是魔术师的基本人了 闪电铺链 进攻 快点 莫威危险 摔下去的话恐怕要断速比赛了 莫威加油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会赢的话 就算练习再多遍 也一样会输 要自信 加油 好 漂亮 两球没人忘记 漂亮 造法是猫 非常提现的距离 在两人接近的一瞬间 命中亡不留行 真是一位可怕的猪娜 在尽量的练身下 竟然将血量尖尖吹平了 双方船长养得很紧 在快速动的真空中一个失误 只有可能被一锅带走 好 这小朋友啊 原来这个小朋友是副体之秀啊 这些有可能会输啊 不错不错 口水可味啊 双方同视红爵 要结束了最后的一击必杀 是猫娜 同时 双方同时放手 进行射线 哇 现在我们也看不清楚 比赛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谁胜谁负啊 双方机能攻速太快了 让我们看看到底是谁 站到了最后 是摩恩 摩恩走出来了 漂亮 摩恩活到的最后 胜利属于新人高英杰 叹夫子思议了 高英杰竟然打败了自家队长 王杰西 英杰 对